醜池阻鸥 作词 《大庆祝》 作词 李德柜 作词 李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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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 动作词 李治柜 裘瓦答答答 vuel 留拔浊 吴孙子 李治柜 舍禁无理半歌 蒙包酒喝醋 擀搭酒包酒来 热酒饭酒 Hari这 nature 我又 está Jahres 热热酒 瓦動 Yamma Ma Sankhata Ma Pati Kularu Mathura Mi Mang Paguna Subi Dhatta Dhamma Mi Mansara Ma Tamu Demi Yatacadina Mahapala Mahu Canta Susu Cisu Puri Sayu Gesu Ata Cepukala Ramada Sathe Dhamma Mi Mansara Ma Tamu Demi Dhamma Mi Mansara Ma Tamu Demi Dhamma Mi Mansara Ma Tamu De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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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嗔痴烦恼 那你就可以解脱 所以你就要守戒 修禅定 断烦恼解脱了 这个就是佛陀讲 四圣替 但是大乘佛教 我们华人学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跟小乘 在哪里呢 大乘佛教的目的是 所有众生都要解脱 生死成佛 那才是我的任务 叫大乘佛教 所以叫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地藏王菩萨 念下来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那你要翻译 缅甸人没超度 我不成佛 美国人没超度 我不成佛 大乘佛教 有一个人没吃饭 我不吃晚饭 我要不吃饭菜给他吃 所以我们 华人的佛教到了晚上 每一位法师都会 蒙山诗石给孤魂野鬼 也要给流浪狗 我们出家的戒律啊 规定 吃一碗饭 拿到面前 先拿这个饭 跟我念 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护法 这一句要念 一般没有念护法 你没有护法会有障碍 所以 韦佛菩萨 齐兰菩萨 佛教二十四护法 诸天上帝 玉皇大帝 这个护法 要观想 供养 那供养完以后呢 然后饭菜不能马上吃 按照佛经 拿五分之一 给 生病没有去脱坡的出家人吃 五分之一 然后再拿五分之一 给外面的贫穷人乞丐吃 然后再拿五分之一 给那些流浪狗动物吃 然后再拿五分之一 给什么 来 念一下 欺世父母 恶鬼有情 就是要不思给那些恶鬼到跟欺世父母 然后自己只吃五分之一 如果按照佛经 我们出家人吃饭 都吃得很少 五分之一 但是 你吃一顿饭里面 然后 就要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友情 供养跟你有缘的 冤亲在主 父母祖先 这个叫什么 来 背一下 士兵客 所以各位以后点香 各位都会点香 都会共登 不能够离开这四个 你拿到一支香 这支香 等一下一人发一支香 不用点没关系 我们拿这支香念一念 等一下再帮各位拿到外面 但是各位一定要做到 这个就是佛教的空性 什么叫空 空不是没有 离开三宝我也不能存在 离开护法神我也不行 离开众生我也不能存在 这个叫空 离开爸爸妈妈祖先也没有我 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太阳 没有水 没有土地 就没有我们 特别各位 今天生活在缅甸 甚至很多菩萨生在缅甸 你要把缅甸当作是你的妈妈一样 你要把中国当作你的爸爸一样 我们要感谢世界 感谢国家 那这个叫空性 空性就是说 离开世界 离开所有的众生 没有我 这个叫空性 所以大乘佛教有这个空性以后 他就会去大慈大悲 就像我们中国人最孝顺 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 我怎么活呢 没有祖先 哪有我呢 所以中国人一定要拜父母 一定要拜祖先 这个就是空性的意思 所以大乘佛教的空 讲的就是 离开世界 离开众生 没有我 所以我一定要让众生快乐 离苦 这个叫什么 念下来 普渡众生 为什么大乘佛教要普渡众生 因为没有众生 怎么有我呢 这个叫空性 所以小乘的空是什么 小乘的空是 只要没有轮回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 变化 无常 痛苦的 所以呢 不要有贪嗔痴 然后他就把贪嗔痴消灭了 入涅槃了 这个叫小乘的空性 大乘的空性是 爸爸妈妈在痛苦 我不行 爸爸妈妈都超度了 都成佛了 我的修行才停止 那你有这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你还有上辈子的爸爸妈妈 还有上上辈子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 很多主席副主席 一定都做过我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那我就要发愿 我今天开始修行 每天我都要想着各位 我每天修行要很认真 就像你去赚钱 赚很多钱 你才有给钱给爸爸 给钱给妈妈 所以要大乘活着要修功德 每天修功德 那这样以后 就可以让爸爸妈妈健康 可以让众生快乐 这个叫念下来 成熟友情 庄严国土 我们每个寺庙都会写着这个 成熟友情 就是要让友情众生都没有痛苦 叫成熟了 成熟了 庄严国土 要让缅甸 要让中国 要让美国 要让地狱 都变成极乐世界 就叫庄严国土 就像各位 我们金多燕盖了这个大雄宝殿 庄不庄严啊 庄严啊 我刚刚看旁边的牌子 五亿免币 两亿免币 念一下 有钱真好 随喜功德 我每一个都看 为什么 我都随喜随喜 随喜功德 功德变你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喜 别人做功德 你有功德 你才可以布施给众生 所以 每一根柱子 每一个佛像 谁捐钱的 你都要合掌 哦 杀斗杀斗 变你的功德 大乘佛叫最重这个 为什么 因为 你自己没有多少钱可以布施 但是别人的功德 你从内心里面 随喜 那你就有这个功德 但是你有这个功德 不是自私 因为我有这个功德 我才可以回向个地狱道啊 回向给那些被杀的鱼啊 为了众生 你一定要随喜功德 但是你修随喜功德 修久了 有什么好处 不会嫉妒别人 别人很有钱 你更高兴 你不会说 我要比你有钱 这个就是随喜的好处 各位这个要修 你如果修随喜功德 将来你会升天 升到天上 天上的人不会嫉妒 不会假丑 不会吃醋 了解吗 因为他们只 羡慕别人可以做很多功德 那我要更努力 这个叫天上的人 那人间的人不一样 你房子大 我要比你大 你车子大 我要比你大 你烫头发 我要烫头发 我不能输你 你割双眼皮 我也要割双眼皮 因为你会嫉妒 嫉妒 这叫阿修罗一样 那天上的人不会 那各位如何有这个 没嫉妒呢 那你要随喜别人 别人有钱 随喜随喜 别人很健康 随喜随喜 你一定经常放生啊 那你每天可以修很多功德 所以我们缅甸这么多佛塔 你每一个佛塔都随喜 噢 造佛塔的人 扫佛塔的人 拜佛塔的人 我都随喜你们的功德 那你的心量越来越大 那个大乘佛教是修这个心 因为你的心才是你命运的主宰 你如果你的心很慈悲心 那你就很无法很大 如果你的心不执着 那你就没烦恼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修行 来修这个心 那修这个心要干嘛 四个字念一下 服务众生 记住 大乘佛教的目的是服务人 服务神 服务任何一个 包括一只蚂蚁蟑螂 我们都要爱护它 让它快乐 让它没有痛苦 这个叫服务 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 自私 这个人生命没有意义 慈悲服务 才找到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意义 所以我想 哦 金多燕 又有大雄宝殿 那边还有老人院 请大家吃饭 今天吃的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啊 所以我每次带团圆所 到缅甸 缅甸不要烦恼 缅甸好吃啊 缅甸那个南瓜 嚼一嚼 赞 对不对 牛奶炸 赞 不用烦恼 这个就是服务 你要让它吃的好 你要让它快乐 修大乘佛教跟小乘 小乘是 你跟我笑 我不跟你笑 你跟我讲话 不要跟我讲话 对不对 那叫小乘佛教 师父在吃饭 你们不能坐我旁边 那叫小乘 大乘不一样 你最要坐我旁边 我帮你夹菜 你是我爸爸 你是我妈妈 我帮你夹菜 我陪你吃饭 你晚上吃饭 我也要吃饭 因为我陪你吃饭 那小乘佛教说 你们出家人晚上吃饭 你不懂了 你只会解脱 妈妈吃饭 我陪她吃饭 爸爸打麻将 我陪她打麻将 我不爱吃饭 不要钱了 但是爸爸好 我就陪她 叫大乘佛教 所以大乘佛教 那就没有个性 只有对方希望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所以观世音菩萨说 你是国王 我就变国王 你是小孩 我变小孩 你是动物 我变动物 你长得很丑 我比你更丑 这样 然后再跟你在一起 那这就是大乘佛教 没有自己 只有别人 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这就是大乘佛教 那大乘佛教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孝顺 所以我们放眼镜说 念下来 孝顺是戒律 一个人不能不孝顺 那既然你会孝顺你的爸爸妈妈 那你上辈子也有爸爸妈妈 你上辈子也有爸爸妈妈 你轮回几百世 所有的生命都做过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如果你不去孝顺你的爸爸妈妈 去报恩 那你就不孝顺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要出家 大乘的出家跟小乘出家不一样 大乘出家说 我 像我要出家 我跟我爸爸妈妈跪 说我要出家 我爸爸妈妈就哭啊 哭啊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说爸爸妈妈 你们养我 教育我 对我那么好 我终于了解了爸爸妈妈的伟大 但是我 就是因为你们给我爱我才知道爸爸妈妈伟大 但是外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爸爸妈妈 所以我要以孝顺你们的方法 来孝顺所有的人包括一只狗 这样 所以我出家是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好在我妈妈得癌症 不然我就不能出家 对不对 他得癌症啊 我跪在那边 祈求我好好修行出家 因为妈妈好起来 我妈妈就好起来了 好起来以后 他就很感动 儿子啊 你孝顺发愿 你一定要去做 你发什么愿 出家 妈妈就哭啊 我说妈妈你不要哭啊 你病癌症 我才发得了心啊 不然我发不了心 我妈妈现在还活 八十多岁了 但是因为有妈妈 有爸爸 我才知道孝顺 但是你要以孝顺 自己爸爸妈妈的方法 去孝顺那只要被杀的牛 因为牛对我们有恩啊 帮我们铲米啊 制造牛奶啊 所以牛对我们有恩 羊对我们有恩 我们过去不了解活法 我们吃猪肉 吃鸡肉 吃鸭肉 没有吃他们的肉 你哪里会成长啊 就像喝妈妈的奶一样啊 那你现在了解活法了 所以我要对他们报恩 所以就慢慢不吃肉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猪也做过我妈妈 牛也做过我妈妈 一只狗也做过我妈妈 所以不要去伤害他 不想要去伤害他 所以各位到 金多彦来到寺庙都叫我们吃素 那小乘佛教不一样 小乘佛教不是说他要吃肉 他认为我只是吃大便啊 管你是肉还菜 我只是吃了要打坐啊 但是他没有说我要度度他 我吃这个只是为了解脱打坐 我没有分是荤的啊菜的啊树的啊 那我只是为了要打坐 但是他没有度对方的观念 但是大乘佛教不一样 哦我的爸爸妈妈 我怎么可能去伤害他 所以在这边啊 希望各位缅甸是放生的天堂啊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大奇力要救很多牛 大奇力的土地很大 救很多牛 因为牛对我们人类有恩啊 而且佛经说你这辈子杀很多动物 但是你只要救一只动物 知道自己错了 我过去杀很多 我很惭愧 我现在救一只鱼放生 那你这辈子的杀生的业障就可以消除 只要有惭愧心 救一只生命放生 杀业消除 什么叫惭愧心 就是说你不会再杀了 所以各位呢 佛法不可思议 你懂了佛法 那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各位我们讲到孝顺 所以我们要孝顺所有的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所以念下来 众生都是过去父母 众生都是未来诸佛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重点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不要伤害众生 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我们要让爸爸妈妈成佛 所以有这个观念以后 所以一定要广结众生源 不但如此 要让众生快乐 叫慈 慈悲的慈就是 我要让众生快乐 什么叫悲 我要让众生没有痛苦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华人真的不错 因为华人是这个世界上 算最有钱的民主 为什么 很孝顺祖先的人 保证发财 会拜祖先的就会有福报 不会拜祖先的没福报 因为孝顺是世间第一福报 但是我们华人有福报 我们不能光对自己好 那我们应该用这个福报 帮助比较穷的缅甸人 帮助动物 帮助非洲 平常我们做超度 我们都是超度自己的祖先 但是如果各位你学大秤 你要这样学 我以超度自己爸爸妈妈的方法 来超度所有众生 那你爸爸妈妈就超度 这个叫放蒙山 放厌口 为什么 因为你是超度所有的鬼 给他吃东西 给他念阿弥陀佛 这个功德在回向给爸爸妈妈 他们力量就大 就像穆建年 他的妈妈做鬼 佛陀告诉他 那你去供养所有出家人 这样功德力就够 然后进一步佛陀又跟阿难 阿难本来有一天在打坐 看到一个鬼 然后吓坏了 那个鬼说阿难阿难 你三天就要死了 阿难很紧张 为什么 然后阿难说怎么办 这个鬼说 如果你可以替我们这些鬼 供养所有的佛 而且布施所有的恶鬼道 你三天就不会死 阿难跳起来找佛陀 佛陀我刚刚看到鬼 佛陀说 那个不是鬼 观音菩萨慈悲 变成面然大事 他是希望你修大乘佛教 所以观音菩萨教我 施食法门 等一下我们外面有很多食物 我们今天就要按照这个 这个食物呢 替他们来供养三宝 所以佛陀跟阿难说 观音菩萨教我这个法门 这些恶鬼道过去呢 没有布施 所以做鬼 那阿难阿 你用食物帮他供养三宝 这些鬼就有布包 所以等一下 像各位前面有一罐水 来 跟我念一下 观想也可以 用观想 来 跟我念喔 水有八德 要把盖子打开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好 佛经有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 念完才可以喝喔 我们佛教徒要吃饭 要先供佛 对不对 供养佛 供众生 自己才喝嘛 所以吃饭有功德 喝水有功德 喝茶有功德嘛 别人倒一杯茶给你 你替他先供养佛 下次对方很有福报 因为 鬼没有布施过 所以做鬼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鬼王 来找佛陀啊 佛陀啊 我们八万四千个鬼 每天都在吐火 吐火很痛苦啊 没有东西喝啊 没有的吃啊 佛陀说好 他就叫阿难 去拿一杯水 那那个鬼就说了 佛陀啊 一杯水只够你们人喝 我们八万四千个鬼 这么多时间都在吐火 很痛苦耶 佛陀说 你们过去没有布施 才会做鬼 今天佛陀在这边 你尝快用这杯水供佛陀 这个福德力 就会让你们升天 哎呀那个鬼就跪下来 后面的鬼也跪下来 他们就念这个祭 来念一下 佛陀叫他们再念一次来 水有八德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 消除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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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清凉 六道清凉 翁阿弘 翁阿弘 好 那这个水供完了 那你就滴几滴出去 下师给二鬼道 来 用倒数第二支啊 沾一点水 然后念一下 翁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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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水你才喝 那你这样喝水 就有功德了 这个水供过三宝 也下师众生 这个变甘露水 变成八功德水 这叫水有八德 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 供养十方佛 我们可以消恶业 恶鬼可以升天 特别是海鲜水产鱼 也可以离苦 六道清凉 那阿弹 佛陀就告诉阿弹 这些失实 上供下师 供养三宝 不失的法门 那我们现在 就是为了念变诗咒 放蒙山 放艳口 但是各位 在缅甸 多供水 因为水很多 缅甸热 天气越热 恶鬼道越痛苦 一杯水就可以超度 八万四千个恶鬼 升天 升天 一杯水 供佛 各位 为什么供佛那么大 注意听喔 佛陀说 你用整个缅甸的黄金珠宝 做布施 功德很大 不如一杯水供佛陀的功德 为什么 佛陀是最圆满的福田 所以各位 世间的布施也要做 那因为佛陀是圆满的福田 所以用一杯水供佛陀 就可以超度缅甸人 一年之内 吃掉的海鲜水产超度 用水供佛 供完以后 回向给恶鬼道 恶鬼升天 回向给海鲜水产他们超度 所以叫六道清涼 天道人道 一杯水供佛 那你等于念了一百万遍的发财咒 等于念了一百万遍的消业障的阿弥陀心咒 重不重要 所以以后各位在家里的佛堂 多供一些水 标准要供八杯水 我们华人只有供三杯水 因为我们是认为戒定会 但是如果按照佛经是八杯水 为什么八杯水呢 因为印度的时代 天气热 如果佛陀来了 先一波水让佛陀洗脚 对不对 然后再一波水让佛陀洗脸 然后再拿花香灯屠油水果音乐 我们叫巴供养 所以佛陀有水水香花灯屠果音乐 巴种供养 那后来有人就问佛陀 佛陀哪一天你不在了 那我们怎么供养 佛陀说你就用这八种供养就可以 但是有贫穷的人说 佛陀啊我们是穷人 哪有这么多珠宝啊香花 佛陀说水有八德 水就有八种功德 用八杯水供养佛陀 那就等于八供养 所以以后各位在家里用八杯水 但是那个水要倒到九分满 如果你倒一半钱只有一半 如果你倒跑出去了那也会漏财 倒八九分满那就好了 但是那个水供完以后不要自己喝掉 至少拿一杯两杯窗户打开洒出去 孤魂野鬼可以喝 孤魂野鬼喝到这个功德水升甜嘛 那其他的水你再拿给儿子孙子喝啊 像我们我每天供养完以后 这个水就放在瓶子走遍全世界 撒甘露啊 观音菩萨加持 刚刚我在外面也请观音菩萨加持这个水瓶 我要把观音菩萨的甘露水 撒在缅甸啊中国啊台湾啊世界啊 因为观音菩萨的甘露水撒在哪里 那边的痛苦啊就消除 我今天有拿这个给各位 这一张金金的 这里面 一个圆圈就是一个佛菩萨的咒 有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这里面总共 十二个圈圈有十二个佛的咒 有没有拿到这一张 这一张你可以把它以后 塑胶袋拿开放在水里面 那就等于加持过了 还是说你要把这一张带在身上也可以 你带在身上 你身上有佛的力量 谁给你握手给你讲话 得到佛的加持 还有一张大张呢有没有拿到 叫大随求众 佛陀说带这一张你身体像佛的身体会发光 对方的地狱到鬼到恶鬼可以超度 特别各位去殡仪馆这张要带着 回来就不会跟你回来 你可以超度它 所以佛陀讲了很多的咒语 这个叫大随求咒 然后他要我们带在身上 带在身上 连恶鬼到碰到你身体 他都可以超度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学习的就是 念一下帮助众生的方法 这就是大乘佛教 但是各位念一下来 帮助别人 才是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 才是成就自己 这就是大乘的重点